Dangie Shoggy Dangie Shoggy I don't know Most of the time 我們來到了真心市集 JJ Market 它是只有六日才有營業的 然後我們現在已經是快九點了 我們要去找早餐吃 吃完再來好好逛 今天天氣算不錯 陰陰涼涼的 比我預期中的 就是舒服很多 欸有賣視頻欸 等一下好好來看視頻 欸這裡可以逛很久欸 明天可以再來 對 那妳看妳想吃什麼 對現在的親愛的評價 才已經來到 其實我們來之前有查過行程 其實這邊的行程很多 都是像這樣子的市集 早上市集晚上市集 然後天熱的中午就是去按摩 那部分在市區的行程就是這樣 如果你沒有去其他比較郊外的行程的話 所以其實是很慢活的一件事 不要看來敷擴到了 天啊 Pancake 好想吃這個 這個像龜牙條的 泰式的料理 非常好吃 超級非常讚 拜託如果來這邊的話 真心市集可以來試試看 好可憐喔 很可憐喔 一個來這邊 一面鼻塞的人 他點了一個 熱呼呼的雞湯麵 我點了一個 Mango Passion Fruit Toast 你這多少錢 45塊 一個40 40喔 在真心市集的後半端 這邊會有一個真心農夫市集 那主要在這邊賣一些農產品 吃的東西 咖啡 然後這邊有一個很大的區塊 都可以讓人家在這邊 坐著享用 而且我很喜歡這邊很放鬆的感覺 每個人看起來都非常朋友 每個人看起來都非常朋友 好可憐 我們剛剛離開了JJ Market之後呢 我們就來到這一間很有名的脆皮豬排飯 那我點的是一個他們的招牌 脆皮豬肉的飯 讓我們來看看好不好吃 我覺得跟昨天我們去吃那邊 比真的豬肉比起來 它的皮好吃非常多 你可以看一下 真的人很多 現在還好 還沒有12點 它的醬汁有一點是烤肉醬的 然後再來就是要配一配上 它的菜式很常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瓦洛洛市場 這有賣很多 有賣很多當地的服飾啊 吃喝用品 這邊通通都有 吃喝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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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通通都有 這是什麼 泰國的 泰白的廣站市場 你要這樣講也是可以 你要這樣講也是可以 我覺得它應該是分不同區域吧 看一下 你先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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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洛洛市場是買伴手裡 非常好買的地方 像芒果乾啊 或是泰式奶茶 或是各種你想到當地的零食 都可以在這邊買 所以如果有來這邊之前呢 千萬不要在其他的地方買東西 你可以在這市場裡買到各種不同的伴手 然後二樓的部分的話 就是賣服飾的部分 對 我覺得二樓沒什麼 二樓沒什麼好嗎 主要是一樓了 每一攤你根本就是眼花撩潤 根本都不知道從哪一攤開始買起 這裡是週日夜市 主要是在塔佩城門裡面 你看大家都是往塔佩城門裡面走 我剛好是一個反方向拍攝的角度 我現在要來做一個挑戰呢 就是要來吃蟲蟲 我現在要來做一個挑戰呢 我現在要來做一個挑戰呢 就是要來吃蟲蟲 因為我們就住在米曼一號的對面 所以今天早上我們決定來吃 要去吃蟲蟲 這是什麼蟲蟲 還是 它是澎北的 太北的咖哩麵 我們來吃吃看 有什麼樣不一樣 吃我點的 麵 像像全麵一樣小小碗的 分量不妙 我覺得早上吃其實非常OK 這個很偏保守 我想說上一碗烤蒜 我就想說我來吃這個 我來吃清湯麵 兩個可以交換一下 這個就是泰北的烤蒜 它就是泰北的咖哩麵 然後 麵體有一點像台南意麵的感覺 然後加這個 這個應該是炸過的蛋 感覺像炸過的蛋 然後它這邊會有一些雞肉 這樣子 因為我的部分呢 它這個是泰菜吧 然後加一些 這個是豬肝板 豬肝肝板 它是不是 是豬雜 你看有肉乾 然後還有這個腸子 好現在來吃 我們現在來到 到這邊是來清湯麵 必須要逛的景點之一 塔沛門 有看到 前面就有一群旅行團 那邊做搭合照 那這邊講一下呢 我們前幾天有逛夜市嘛 周日的夜市呢 就是從塔沛門開始 一直往裡面逛過去 你看很多人在那邊拍網媒照 如果說你 旁邊有一些拍照的小販 如果你付錢給他們 然後把鴿子吸引過來 然後呢 在你走動的瞬間鴿子起飛 就可以拍到鴿子起飛的美照 這邊就是塔沛門 禮拜天的周日夜市呢 就是從這邊 它會整個封街 一直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到底 然後旁邊的巷弄內 全部都是攤板 非常非常大 千玉蘸 柴鐵龍寺 從塔沛門過來之後呢 你可以來往裡面 就是周日夜市的這個 走道裡面呢 就可以來到牌鐵龍寺 住口進來之後 你除了看到金碧輝煌的一整座寺廟的翻修的外觀之外呢 你在往裡面走會看到一個更特別的寺廟 越靠近看你就會越覺得碳尾館子 以前的人到底是怎樣可以把這座寺廟蓋完成的 Bankawa藝術村 它是唯一比較算是在近郊的市集 你可能需要騎摩托車或搭其他交通工具才到得了 記得要看waż всё 這個小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